姑娘 在你们听听老师建议之前 我给你们举个例子 我有对朋友也是这样的 还不如你男朋友 经济也不独立 后来这个女孩子很能干 她看中了这个男孩踏实 能跟妈打电话打这么多 肯定踏实 诚实 慢慢一点点改她 现在在一起七八年了 也生了宝宝了 男孩独立了 两个人甚至离开了 曾经和妈妈一起生活的家 然后过自己的小日子了 但是小两口一起对这个母亲孝顺 徐寒问暖 封年过节都做得非常到位 所以有时候是时间的问题 有时候也是自己能力的问题 想要别人改变 挺难的 好吧 眼前的困惑怎么办呢 听听老师们给你们的建议吧 来 一起进入求比特问卷 男孩越是老是强调 女朋友对我妈不好 和我妈放在第一位 你女朋友就越发 没法发自内心地去爱你妈 接近你妈 因为你已经把你妈妈保护得滴水不漏了 但是怎么样能够搞定这样的一个婆婆 确实是得看你的一个情商够不够 也得看男孩能不能够主动给予一些帮助 比如说你能不能够减少你打电话的数量 把有一些电话就主动说 妈 你看我今天不想给你打 然后我女朋友非逼着我给你打 然后担心你这一会儿 那个电视剧不好看啊 让我陪你聊聊天 然后有一些小礼物买了 直接就说你看这是他挑的 然后他还老跟我说 不知道选的颜色合不合你心意呢 把所有的这些好 全部灌到女朋友头上去 哪怕女朋友一丁点都没做 慢慢地当他觉得被两个人一起关爱的时候 他也就不介意你们电话之间 所沟通的那些内容了 而女孩你也不聪明 像他说我想知道我妈对我发型的看法 立刻拍一张发给他妈妈 看阿姨你看我替他挑这个头 他非要挑那个头 阿姨你觉得哪个头好看 你主动地让阿姨来做出一个选择 主动地抢在他前头 把该沟通的东西沟通了 其实有的时候你也就能够跟他们母子之间的亲密关系 给拉开一点 变成三个人都能够亲密地走下去了 所以你也不要说这事儿是花心机或者是怎么样 我认为这事儿花的就是智力 而为什么要花智力 因为在乎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你花心思花心机 玩心眼都是可以的 只要你的初衷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 所以我倒希望你还能给他一点机会呢 好